自上周末以来,加州和洛杉矶园的单日新增新管确诊人数似乎有缓和的迹象 根据洛院的公共卫生局的数据28号的洛院新增确诊病例2708人 新增死亡病例是50亿人 同时在洛院亦都加强了对于企业抗疫的监管 强制关闭三间爆发了新冠疫情严重的食品加工厂 一起来看看 这三间食品加工厂都在胜概博谷的周租 每一间企业都有超过40名员工确诊 位于工业市的Golden State Food Court确诊病例43人 位于阿苏萨市的S&S Foods加工厂确诊58人 专门生产墨西哥食物的Mission Foods旗下的一个加工厂 也都有确诊病例40人 目前这三所的食品加工厂都已经停业 但尚未有办法确认洛院政府是否会召回工厂生产的食物 除了这三间食品加工厂 洛杉矶院此前曾经在一间服装加工厂当中爆发疫情 洛杉矶的服装公司加工厂当时是有375名的职工 检测到感染新冠病毒 也都是自洛院疫情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爆发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局长Barbara Ferrer表示 在目前的情况下下月不排除在未来会关闭更多经济的设施 为保持经济重开的同时抑制疫情 洛杉矶院卫生官员持续访查企业防疫控制措施 对违反卫生安全指南的商家进行罚款甚至关闭处理 自3月以来公共卫生部门共收到17,808个有关企业违反抗疫指南的投诉 并一调查17,000多间餐馆、3,500多间集货店 600多间游泳池和3000多间其他企业 洛杉矶卫生局关闭了其中的16间餐厅、1间集货店 1个游泳池和其他67间企业 连日来加州新冠疫情持续蔓延 自此7月27日全加州共有新增新冠确诊病例463,635例 死亡病例是8,550例 长滩市市长罗伯特的母亲丐比奥同乐 在星期一因为COVID-19并发症去世 年近61岁 他曾经从事医疗保健工作超过25年 每痛失一位患者都会加深人民对于新冠病毒危险性的了解 罗伯特曾在两个星期之前 发表twitter表示他母亲和继父确诊生冠 当时两人在长滩纪念医院治疗 虽然已经使用呼吸机并且疫情稳定 遗憾的是 周一罗伯特就通过声明宣布母亲已痛世 在罗伯特声明当中提到他的母亲从秘魯移民到美国 成为了一名医疗保健工作者 在职业生涯当中曾经照顾过成千上万的患者 并且协助心外的护士和医生 加西纳说母亲热爱帮助人们 并且通过幸福快乐的生活 目前洛杉矶园已经有新冠确诊病例 39752人 公共卫生官员表示 虽然目前新冠病例当中年轻人比例较高 但老年人仍然是死亡风险最高的群体 天下为时 编辑不到